那百分之九十的宇宙到哪里去了 不见了 宏观呢 宇宙膨胀啊 不断膨胀膨胀 到最后怎么有了 到哪里去了 佛经上有答案 到哪里去了 回归自信吧 他是从自信起来的吧 回归自信的嘛 回归自信你找不到了 发发交车 这一句话意思太长了 太深了 我们物质的身体 构成物质的身体 是这些原子电子 这些粒子 跟一切众生身体 是一样东西 同一个物质组成的 跟树木花草也是同一个物质组成的 那就跟山河大地 跟变发界 虚空界 同样一个物质 物质从哪里来的 是意念产生的 所以念头的力量不可思议 念头的力量太伟大了 宇宙怎么献出来的 念头献出来的 一念不觉 整个宇宙出现了 这一大远起 所以底下讲啊 故谁举一法 其他一切法 即半之而缘起 这佛经上告诉我们的 这佛经上告诉我们的 有些怎么发生的呢 是一念不觉 这一念不觉呢 就叫他做无名 佛在无名上 还加上两个字 叫无时无名 这些字的意思都很深 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 无时什么呢 没有开始 这一念不觉没有开始 没有原因 你要去研究 为什么会有这一念不觉 你想想看 你又起了分别 又起了知识 分别知识是妄心 妄心决定 缘不到真心 妄心只能缘 妄近 妄心 妄心是阿赖耶 所以对内 我们今天讲量子力学 能缘到阿赖耶 对外呢 宏观世界 能缘到宇宙 无量无边际的宇宙 能缘到宇宙 那我们在这个解读末实预言里面看到 现在的这些物理学家 尖端的科学家 我看在报告里面说了 我们现在 或许 所能够见到的宇宙 只是整个宇宙里面的 百分之十 所以他们在想 那百分之九十的宇宙到哪里去了 不见了 宏观呢 宇宙膨胀啊 不断膨胀膨胀 到最后怎么有了 到哪里去了 佛经上有答案 到哪里去了 回归自信 他是从自信起来的吧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你找不到了 所以你见信就晓得了 哦 他到哪里去了 他到长济光去了 祝福实报状标准 可能你还能发现 长济光不能发现 这报告里面还说 说人的脑 这个脑的力量太大了 这念力的念头啊 实际上 我们现在所有一些人 用脑 大概也只用了 我们的脑的十分之一 还有十分之九十呢 用了十分之十 还有十分之九十呢 好像他在冬眠 这状态上 都还没有把它用上 那要完全用上 那应该很聪明 这就说明了 那个百分之九十是 你而不觉 我们现在头脑 能够觉得是 是百分之十而已 就十分之一了 所以 我们越是能把烦恼吸气放下 这个脑的确性慢慢就扩张 你越来越聪明 真的是一文千物 都是被妄想分别执着 害了 佛法里面间 连种障碍 一个是烦恼障碍 一个是所知障碍 这连种东西 把我们这个脑的作用 障碍住了 让它永远存在一个冬眠的状态 不起作用 其作用是既少 一部分 这个 科学对佛法的时候 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佛在 三千年前 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到现在科学 逐渐逐渐 发现到了 跟佛经上讲的 完全一样 科学家用的是思想 用的是第六意识 佛在经上讲 第六意识的能力 非常非常之大 对外可能 可以能够圆 虚空法界 有这个大宇宙 对内可以圆到阿赖叶 就是阿赖叶的三系像 对内微观世界 对外宏观世界 但是它不能圆到自信 没法自见信 阿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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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